大家好,上期视频我跟大家介绍了多伦多市中心公寓的销售数据的趋势变化 这期视频我先会用一分钟向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用smart的方法来规划投资目标 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分钟里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投资理念 以及为什么我会在疫情期间购买多伦多市中心的公寓 视频的第五分钟我会挑出三套有代表性的投资房 包括我在2020年疫情期间买的一套投资房 到目前为止涨跌情况跟大家进行分享 希望用具体的实力帮助大家理解整个多伦多市场统计数据的趋势变化 虽然我的很多的这个讲解公众号其实说的是我买公寓的一些经历 后呢也在讲公寓这块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就是推荐大家买公寓 就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我给大部分人做的这个规划设立的目标 两年买两到三套五年到六到八套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有点夸夸其谈 但其实很多人跟着我走下来会发现 其实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实施的目标 那这个我在油管视频上面的就十二万收入 我的客户里面确实有十二万收入 已经买了一套自助房两套投资房第三套投资房 贷款80%也被批了的 这是一个可实施的 同样的就是华人小哥这个例子其实也解决了 也是就是说看到了别的这个例子 所以我们这个做房产投资呢 项目管理这个Smart原则很重要 所以这个目标呢就是说要Smart 其中这个A呢就是Achievable 你要是可实施的 一个目标如果不可实施 那你制定的时候 你就会怀疑它影响你的执行力 同样的就是说也要Specific 就是说要详细 然后Mero是可以测量的 然后Relevant这个跟大家关系不大 然后T是有时间的限制 所以大家看虽然我这句话很短 但是其实它有时间的限制 重量的这个测量 那有自己一个目标 你们每人的根据自己情况 要根据项目管理的方式呢 制定自己的Smart这个目标 其实我的油管视频里面 第一个视频呢 就是在王鸿宇的这个 财商讲座里面做的这个讲座呢 可能是我发的时候 当初很多听众都是已经 从王鸿宇那边听过了 所以点击力不高 但如果没有点过的人 我会建议大家看一下 虽然点击力很低 但是那个视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频 其实是大家可以用它来做防范通知 甚至其他工作的 怎么用项目管理方式来做事情 我来解释一下我这个投资的定位 要认清自己 认清自己的不足 我就是一个新移民 我对房产也不了解 国内的时候也没做什么房产投资 虽然帮公司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投资 也没有什么太多加拿大的关系 内幕消息 而且呢不仅仅是要投资 我还要上班 网民调走走偷偷 但我自己的私人微信是走走停停 其实我还要享受生活 还要去做一些娱乐的东西陪家里 那这是我的现状 基于这种现状 房产的风险首先是要低 我是希望我的投资风险低的 不要看我好像买的比较快比较多 其实这次疫情呢 其实也就是多多少少 验证了就是我这个选择 应该目前还不是错的啊 就是疫情再厉害一点 后面又怎么样 我相信没有人说的准 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是风险可碰的 而且另外的角度呢 跟很多我的客户强调了的 其实看着七套投资房风险大 其实你们自己算一算的 当你这个自助房跟投资房的首付 占用资金差不多的情况下 你的自助房的风险更大 因为他没有资金收入 不能抵税 升值你还不能卖 就是有人说我就是为了自助啊 自助就是说亏就亏了 其实大家在买自助房的时候 一定是有这个投资属性 你如果不是为了投资 在加拿大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完全靠自己租个房子 又没有学区房的限制 房东还不能乱赶你 还不能乱加房价 那你租就好了嘛 对吧 你一定是看中了投资属性 那在这种情况下 自助房跟投资房 自己肯定是要做一个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大家也有兴趣 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因为这个数据呢 都是就是说是一个泛泛的 一个平均的值 我拿了三个例子来做这个分析吧 就我自己也想看一下 到底这个疫情 这个房价到底什么样子的变化 需要联系我的朋友 可以扫描视频下方微信要维码 下面插播一条消息 我的公开讲座 我还是在每个月的第二个周六 多伦多时间晚上九点半 我会继续以一个多套房投资者的视角 和大家分享 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最新情况 以及加拿大银行贷款 及利息的变化趋势 在后面的一年里 我会在讲座中穿插介绍 我期待投资房贷款和购买的全过程 以及经验教训 更重要的 我在讲座中 会结合我犯过的错误 讲解关于买房和贷款的一两个知识点 具体报名办法 大家可以点击我每期最新视频 留言区里的视频链接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及时收到我频道的活动信息 有的楼呢 同样的户型没有数据 我只好用一些相似户型 做一些折算吧 就是大概的这个情况 最开始这个2018年买的这个房子 北约克的 是粮食的 在车位的 是66万多 买完以后呢 中间其实有涨过6%或者13% 但是6月份的同样的户型呢 其实有跌的 确实有跌的 跌了7%左右 就是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有人个别房子卖 是比我当初买还便宜的 有这种情况 OK 然后呢市中心地段好一点的 在地铁边上的 没有车位 一家一旦 又是一万五买的 这是19年中了 这正好是三年 不同时期买的 在这个疫情前呢 确实涨到6点多 11%左右 我另外有个案例呢 是非常复杂的案例呢 我确实在这段时间 我违约 把利息变成一个更低的利息 然后加按 又拿出八万块钱 去买了后面 疫情期间的这套房子 目前来讲呢 这套这个楼里面呢 大家如果便宜就不卖了 疫情期间没有成交的数据 就跟我的房型 比较接近的 没有成交的数据 有人在卖的这个价格呢 比我当初买的 还是要高一些 过了一年 等于是高了5.5% 跟我说的7%呢 是差不多的 即使有疫情 如果没疫情 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个楼是这种情况 但是我确实有一套楼呢 在疫情期间买的 这个呢 是从72万 砍下来的 在我买之前 19年的时候 确实比较高 等于我那会儿 已经跌了一些了 而且呢 买的时候 有三套房子 都是这个价钱 大家都是 以这个威标杆来走的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也就差不多 席就买了 但是确实出现了 在疫情加重的情况下 尤其是这套房 跌了15% 跟我的完全差不多 少了10万 但是呢 那个时候 我已经休产假了 我想买也买不了了 就是我贷款 已经不行了 但是我的客户呢 我确实也给 两三个客户推荐了 但是很可惜 他们也没买 就有的人可能是 刚成为的客户 还没准备好 就是这个 贷款还没有准备好 在一个疫情刚开始呢 大家有想观望 也有的呢 因为是前面已经买了 刚买过 也不方便 马上再买一套 我也不好去推 但我知道这是个deal 确实是个deal 现在回头看 它应该还是deal 因为现在已经 又到70万左右了 就是有些人 在卖的这个价格 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吧 大家有发现 这个个人的情况 跟这个均价的情况 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说好像感觉 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吗 这个楼比均价情况好 这个可能差不多 这边的价格 比去年应该是平的 就是现在的价格 跟去年七八月份 按理说应该是平的 稍微差一点 其实我这个 好像比这个均价要惨 要糟糕一些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价格 是我拿出 这栋楼里最差的一个情况 但这个最差的情况 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到的 它就那么一单 最低的价格 它往往得是有好多单 两三单以后 才能把它夯实 才能变成这个楼的鸡嘴价 因为卖家都会认为 这个人是特殊原因才卖的 他就是急着卖才卖的 大家不愿意去认为 这是他的这个参考价 但是涨的时候不一样 抢offer的时候不一样 涨的时候 卖家只要看到 有一个人卖的高 很有可能他们都 瞄准这个高的价格 去出价了 他会跟经济说 他能卖那么高 为什么你不能给我卖那么高 但是看到低的时候 他们都说 那是他特殊的情况 你经济不能按这个来给我卖 所以就说低的时候 需要好几单才能把它夯实 但涨的时候 它会比较快 所以就说我也不同意 有些人 有很多人的说法 说海外买家税没有用 海外买家 新移民 对房市的推动作用不大 因为他们只占了 整个市场的4%左右 但是其实有时候 这4%很厉害 因为他们会把这个市场惹乱 他们买房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价格是合适的 他一看到抢奥会 他就是乱去抢 加价加的很厉害 学会再把这个市场给搞乱 所以其实海外买家税 是有利于控制泡沫的 是有帮助的 这个确实是 就是有些不好的因素 那就是心态要好 我这边包括自己 还有对客户的要求也是 就是至少只有五年 那五年以后的样子 到底什么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最后呢 我试着提一个 这个多伦多地产的7%理论 其他北美城市 如果房地产是相对稳定的 然后呢 这个城市人口又是持续增长的 这个城市有土地控制的 不是随便放开的 这7%理论应该也是用 当然每个城市可能 是不是7% 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下面是我的微信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描加我 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 订阅我的频道